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华为片 华为创始任正非长女 诺晚舟女士 被加拿大被捕 然后要被引渡美国这个事件 刷爆了朋友圈 我相信很多国人都跟我一样很气愤 那么在此呢 周老师也想就着这个事件 跟大家聊一聊华为 其实任正非是周老师最喜欢的一个 民族性企业家 而且在华为创业这么多年以来 真的是特别的艰辛 任正非每一次都是经历了生死结 但是华为没有死 任正非没有死 依然矗立在我们人民面前 我们今天可能都知道 BAT 阿里巴巴 百度 腾讯 我们都知道马云 都知道马化腾 周族的李彦虹 但是我们很多人可能并不太了解任正非 其实华为的体量 包括每一年的业绩 是BAT三家公司的总和 我在台下经常讲这么一句话 中国可以没有BAT 但是不能没有华为 因为我们今天 中国用的所有的手机基站 包括我们所有 所有最厉害的这种系统 通信系统 用的全是华为的技术 那么任正非呢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民族性企业家 他不是一家上市公司 他是全球最大的非上市公司 股份制公司 这个公司在全球的性能都很唯一 在整个华为 人人都是股东 周老师在台上经常讲这么一句话 在一个企业里面 企业的规模等于 有多少人为他操心 他就能做多大 那么在普通企业里面 只有老板一个人为这个企业操心 所以普通企业做了一辈子都是个体户 但是在华为 几十万员工 人人都像任正非 一样为华为操心 华为才有今天 但是任正非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经历过很多很多的生死结 第一次任正非经历了最大的危机 那就是他自己最爱的爱将 背叛了自己 任正非在这个华为里面 有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 指定接班人叫李一南 然后任正非对他特别特别的栽培 然后从来没有找他发过脾气 然后对他的所有的项目百分之百支持 当然了这个李一南也很厉害 从1993年到2000年 李一南带领自己的研发团队 在国际巨头的竞争当中 表现得非常抢眼 期间为华为的市场营收从4.7亿 狂增50位 达到200多个亿 然后任正非对李一南也是重来有加 事如己出 然后在私底下 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他的干儿子 然后是任正非培养的接班人 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 这个李一南就从华为辞职了 要自己创业 任正非当时也非常支持他 觉得这是属于内部创业 华为给你偷钱 给你偷技术 结果到最后 李一南加入这次内部创业大潮以后 反而背叛了任正非 当时李一南走的时候 任正非在深圳的五州宾馆 为李一南开这个欢送会 现场特别感人 然后任正非的盼望就是 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够以井还乡 但是到最后 李一南背叛了华为 带着价值1000万元的华为的设备 然后创建了一个叫港湾网络的一个公司 而且挖了华为的很多很多人 然后也拿了华为的很多很多技术 在这个时候 因为李一南出走 所以华为的很多很多员工都开始出走 所以在01年到02年的时候 华为处于内外交加 濒临崩溃的边缘 公司很多人效仿 所以当时很多人散发的 华为就是可能会倒闭 散发的末日气氛 华为摇摇欲坠 但是任正非挺过来了 任正非挺过来了 然后用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 然后来阻击 这个李一南这家公司 对华为的侵蚀 虽然到时候打赢了 打赢了这一仗 然后任正非又经历了第二次 非常大的逼迹 最亲的人遭遇了车祸 任正非出生在贵州的一个地区 他的父母也就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教育工作者 家里特别特别穷 兄弟七人特别穷 然后当时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家里面几乎都没饭吃 然后他的母亲每一次 把省下的粮食给任正非吃 所以任正非特别特别爱自己的母亲 但是有一次任正非在这个出国访问的时候 他的母亲遭遇了车祸 任正非没有赶过来看自己母亲最后一眼 这件事对任正非影响特别特别大 然后第三件事就是一场震惊中外的这个国际诉讼状 当华为的技术走向全世界的时候 很多很多人他不相信华为有这么高科技的技术 特别是在02年的12月 通讯巨头四科公司 然后告华为 然后他们认为华为侵犯了知识产权 认为你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么牛逼的技术 那是因为你肯定抄袭了我们 因为你的很多专利很多的设计原理跟我们很像 然后当时华为刚刚进入国际市场三年 如果承认侵权 那这个品牌形象就瞬间坍塌了 所以到最后没有办法就只能打官司 这官司打了很久 用了很久的时间 然后各个方面整个国外最科技的技术 然后来去调查 到最后终于证明 华为没有抄袭思客的任何技术 华为的所有的技术全部来自于自主研发 所以可以这样讲 这一战为华为进入国际市场起了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而且这一战让所有人都明白了 中国也是有科技的 也是有高科技的 谈到中国不再是山寨 谈到中国不再是执照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华为一次非常非常大的转型 但是今天任何非有经历了第N次 这种危机 因为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这两年像疯子一样在制裁中国的企业 中兴几乎是被他已经快搞死了 然后现在一直在阻击华为 抓了这个华为任正非的长女 孟晚舟女士 其实就是美国主机华为的第一步 然后从这个宣布在5G技术上不允许华为进入 然后到这个加拿大 然后到英国 然后到这个澳大利亚 然后到N多个国家开始抵制华为在5G通讯上的这个建树 我觉得这件事件真的是让我们所有的国人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气愤 然后就今天我们中国人真的应该团结 真的应该团结 就是发生这件事情以后 然后周老师在我的这个会场讲了一次这个华为事件以后 我们整个所有会场的人 很多同学把自己的苹果手机炸掉了 然后要换华为 然后包括周老师整个公司所有的人 然后全部换华为 然后周老师所有的地址全部换华为手机 我觉得真的是 中国人是到了该团结的时候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全球三分之一的奢侈品是中国人买的 但是他们还看不起中国人 就像这个DG辱华事件一样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DG辱华事件 马上都要参加大秀了 结果竟然敢骂中国这个国家 是坨屎 然后中国人没有品味 然后中国人就算我骂你了 你照样会买我的奢侈品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中国人的一种侮辱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抵制这个国外的产品 要开始使用国货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的 我们国货今天也确实崛起了 我们以前正常用苹果手机 但是当你用完华为以后 你会发现华为手机的像素也好 速度也好 都超越苹果手机 那我们为什么不支持国货呢 我们以前不支持国货 可能会认为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好产品 但是我们今天中国有很多很多很好产品 我们为什么还要用国外的产品呢 韩国你看不到一台日本车 不管再便宜都没人买 全部是韩国车 就是因为团结 所以没有人敢欺负他 而且这一次周老师出国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惊奇的事件 你们知道吗 在中国你买了个LV的包包 坏了以后你去找他们 他们说不好意思 这个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你可以再换一个新包 或者你的拉手坏了 你可以再换一个拉手 但是你们知道吗 你们去到欧洲 你们去到新加坡 你的一个新加坡包包坏了 你的一个LV的包包坏了 然后你拿过去 他们会直接免费帮你修 甚至如果修不好 可以免费换你一个新包 就是这样这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 全球可能只有中国国家 是这样子的 而且还有一个时间 让我也特别的震惊 那就是有一款 爱马仕的包包限量版的 在中国你要想买 不好意思 我这个包包可能大概三十多万 你要想买这个包包可以 你要先首先买我三十万的货 才能买到 而且还要给你加价 其实在国外 根本不存在加价的现象 不存在配货的现象 我要买一个三十万的包包 我还要再多加五万块 而且我要先买三十万的其他货 你才能够订到这个包包 但是你去到新加坡也好 你去到其他国家也好 不需要的 它这个是什么价 就会卖给你什么价 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 我们中国人真的要团结 我觉得真的 华为世界让我们重新看到了 外国的丑恶追恋 我们中国必须要团结 我们要支持国货 什么是中国梦 中国梦就是让我们中国品牌崛起 而且我们中国现在很多技术 其实已经超越美国 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 真的都能够听完周老师的分享 能够开始支持华为 然后支持我们中国的民族品牌 真的任正非挺不容易的 真的挺不容易的 这么有钱了 还这么拼命 几次想自杀 任正非的创业史特别心酸 然后因为做华为 然后他的太太跟他离婚了 然后因为做华为 做到自己两次得抑郁症 然后得癌症 然后因为创业 因为不停的在做华为自家公司 让自己真的在绝望的时候 濒临自杀 任正非在回忆里面说过 他自己有三次想自杀的经历 然后每一次想自杀的时候 给他最亲的朋友打了个电话 然后别人劝劝他 然后他就没有死成 然后呢 在华为 很多很多的压力很大 技术人员压力很大 然后也有这种脑出事 甚至有自杀的现象发生 所以任正非就在内部写了一封信 他说当你自杀的时候 给你最亲的朋友打个电话 你会发现 他们都在劝你开导 你可能就给你开导通了 没有一个人会劝你去自杀 就是当他讲完以后 我觉得真的是 让我们感同身受 真的做一个企业很不容易 我觉得我们中国 缺少这种民主性企业家 我们要从任正非身上 看到华为精神 我们要从华为这个企业里面 看到他承载了 我们整个中华民主的一些 很重要的使命在里面 就像我们中国 乃至全世界 在通讯基础上 华为已经变成了 全世界最顶级的公司 所以支持华为 从我们每个人做起 希望你如果现在用的是 其他的手机 跟周老师一样 跟我们整个团队一样 跟我们说的弟子一样 全部换成华为手机 支持国产 支持我们中国梦 支持我们中国的民主品牌 然后不要再买 这个国外的奢侈品 我们中国也有很好的宝宝 我们中国也有很好的手机 我们中国也有很好的电脑 我们中国也有很好的这种产品 感恩我们所有家人 然后希望今天的分享 并有帮助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